哈喽大家好,我是海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泰式柠檬红茶 味道属于酸酸甜甜的 它不同于普通的柠檬茶 多了泰式红茶的独特味道 这款产品用到原料有 泰式手标红茶 青柠檬,香水柠檬,果糖,开水以及冰块 先在200毫升的开水中 加入5克泰式红茶 浸泡4分钟 然后过滤出茶汤 在茶汤中加入100克的冰块 搅拌至冰块融化 方便储存以及同时锁住香气 在雪克杯中加入少量冰块 再加5片香水柠檬 2片青柠檬 爆打出香气和柠檬汁 加入300毫升的红茶汤 45毫升特条黄金果糖 继续加冰块至700克多鲜 一起雪克均匀 最后倒入猪品杯中制满杯 这样就做好啦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咯 了解更多茶饮产品制作以及开店干货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小兔奔跑茶饮学堂 记得关注我们咯 拜拜